在一个组合中突出了一个猪跑性的腾空动作 传统踏狼拳又称叶子砖庸 在跑动中注意手与步的协调配合 起跳以后注意手法连续快速出击 组合练习时期 这个组合中突出了一种拳法的变化 主要有上步劈拳 进步挑以及连环冲拳 上步劈拳时注意上下配合 转身冲拳时注意上中下三盘的变化 传统踏狼拳又称拧腰补锤 组合练习十八 组合十八中体现了身体的起伏变化 反映了逃习的变化 在练习中注意高低起伏的变化 突出手法在不同方位的变化 跪步下击掌 主要是攻击对方下盘 回身雕踩主要是取对方上盘 跪步下击走主要是击打对方的下盘 手法变化鼠突出了上筋下取的积极含义 组合练习十九 组合十九中突出了一组玉环步兼勾顶手 下边的勾踢与上边的弹肌 要上下协调配合 在一组动作中注意上下肢的配合 及前后动作的贯穿 体现出连环攻击的含义 组合练习二十 这个组合中传统套路中又称为汤郎脚分 说明以肩为轴两臂要扰转 体现出上肢的脚踩 体现出上肢的脚踩等基本技法 拉手与踢脚要上下配合 脚臂时注意以腰带手 最后过渡到汤郎补残动作 体现出以腰带手的摇臂动作 上肢以腰为轴的带动 左右脚摇抖是他郎拳主要特点之一 所以开始练习他郎拳时要充分利用腰身的转动之力 请看汤郎拳第一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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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预备是DoC 预备时要求全身放松自然站立 选手起势 起势时 腰微向右转 为下一个动作做好铺垫 转腰推掌 转腰推掌时 腰先向左转 再向右转 带动手臂 由后向前推出 动作过程中充分转腰 推掌时 力打掌的胃炎 拥手下动 拥手下动时 注意身体 通过收腹落筒 提膝雕钩 正脚砍掌 半满步摇臂 半满步摇臂 又叫他郎补残 摇臂时 注意体现根固而制摇的特点 以腰围手转动 转肩胆钩 转肩胆钩时 注意两肩扰转 手腕放松 弹斗打出 柜步下杂 柜步与下杂有上下一致 连环充拳 连环充拳时 注意两肩又快速连续 砍掌 砍掌时力打掌炎 剑坛胆掌 靠置 柜步 紧 柜步 柜步